当一个混血的东北口音太重 比如张拉铁 他可以把他加拿大奶奶的口音带跑偏 张拉铁面对奶奶姑姑的到来 一顿东北话叔叔 虽然温迪确实是想学中文 但是张拉铁让温迪的语言系统 化过普通话 直接进入了东北农村 把温迪引上不归路的第一个词 是张拉铁最近的口头禅 咱不到 温迪就问贼达 这咱不到是啥意思 贼达说 就是I don't know的意思 贼达 means I don't know OK 谢谢 张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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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欢迎来 谢谢 OK 安大铁 安大铁 你这次该到哪天呢 阿姨是阿姨 你不怕 张拉铁 啊 你那里张拉铁上门啊 你老婆怎么办呢 张拉铁 你会忽厉我吗 是 你会愉快这次我再来这里吗 妈妈问你想她吗 她如果不早就你开心吗 好呀 呃 咱不懂 咱不懂 然后呢 温迪来中国第二天 用人家洗袜子用的增白肥皂 把张拉铁给搓了 是因为加拿大吧 她没有肥皂这个东西 只有洗澡用的香皂 温迪看着人家有这个增白肥皂 就以为中国的香皂更大呢 拿着她就给张拉铁搓了个皂 卡卡 被大方铁人发现了 大方铁人跟她妈说 哎呀妈你这个行为 往小了说是洗秃鲁皮 往大了说是种族歧视啊 你有一个混血的孙子 你嫌她不够白 居然下次狠手 给孩子用增白皂漂白 就这个罪名放加拿大 足够你进去蹲食五天呢 温迪表示非常无骨 张不动 这个叫瘦帕 这个叫瘦帕 瘦帕 这个叫瘦帕 这个叫姨子 这个叫姨子 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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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不断 说的就不断 好玩笑 张不动 这样我们就张不动 张不动 这不姨子吗 温迪说的东北话 还越来越上眼呢 因为她觉得东北话 说起来特别感劲 比如昨天渣铁说 她画画画桌子上了 她爸爸会批评她的 所以她求她姐 帮她一起把桌上的画 卡尸写去 姐 我发出不成我 我卡尸不掉 温迪就问早达 什么叫卡尸 早达说 卡尸就是把一个东西 彻底清理干净 卡尸 然后大方媳妇的亲生父亲 不是找着了吗 还给大方媳妇 写了一封长信 说了很多当年的事 就是表达跟温迪之间 当年有多少多少误会之类的 然后温迪本来说 她还想看一下这封信 但是等到大方媳妇 真正把信打开给她看的时候 温迪走到电脑前说 不看我 我跟她为啥不看了 早打跑过来 她都跟我说 她说奶奶说 当年用了很长时间 才把Roger爷爷 从记忆中卡尸掉 那女哥再想起这个人 那当年就白卡尸了 谁要卡尸谁呀 拿铁你听懂了吗 当年让奶奶伤心的那个人 你说奶奶能给她卡尸掉吗 那想不到 那想不到